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ACS案件案情简报会上 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勋表示 JPACS案涉嫌串谋诈骗 利用广告、社交媒体以及不同平台 通过场外兑换店 以及网红KOL的宣传积极向公众推广 该平台的服务及产品标榜低风险高回报 从而吸引投资者入局 警方十分重视此案 并设立热线 呼吁怀疑受骗的人士尽快报案 截止昨晚12点 警方已接到1641宗报案 涉案金额达12亿港元 在证监会发出警告后 JPACS仍提高出金上限至999美元T 变相让用户无法提取资金 昨日警方已逮捕8人 包括场外交易兑换店的店主和负责人 KOL们的不实宣传 终于受到了法律的惩戒 近日JPACS案进一步发酵 香港警方已涉嫌串谋诈骗拘捕6人 包括KOL临坐、陈怡等 币圈是浮躁的 以惊人行为博取眼球 赚取流量、获得利益 KOL们或以习以为常 然而 违反法律则会受到法律制裁 香港大力推动外部三发展之际 合规也正在逐步收紧 加密行业也正将走向正规 正如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所言 JPACS的行为不代表整个行业 正因为香港要大力推勤外部三政策 在监管和创新取得平衡 不能列比驱逐良币 9月18日因为涉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ACS案件 香港警方已涉嫌串谋诈骗 拘捕了四男两女 被拘捕者中包括币圈 KOL临坐、陈怡 香港警方表示 截至9月18日下午20 共接获1408人 就JPACS相关事件报案 涉案金额达10亿港元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在此之前 香港证监会发布公告 警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ACS不受监管 也未曾向香港证监会 提出牌照申请 香港警方介入该案件 此后 JPACS工作人员紧急撤离 新加坡Token2049现场 JPACS交易所上设置提币限制 提币手续费999美元T 提币上限1000美元T 据统计 多达15位明星和KOL 涉及到JPACS案 其中包括林作 YouTube陈怡 萧若元 钟培生 张志林 庄思敏 肥妈 毕少爷 黄征杰等 中国台湾艺人陈灵九 也牵涉其中 在被拘捕之前 林作曾发文表示 将配合监管部门所有要求 并亲自到警署 提供案件相关资料 并贴清与JPACS关系 我本身做生意 不是和交易所有关 我没法真正找到该平台负责人 而另一位被拘捕的KOL陈怡 则对香港证监会警告JPACS大为不满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 批评香港政府打压JPACS 他声称 可惜政府无利假新闻法 否则可以看到 证监会全体职员一起入狱 目前 JPACS已下架理财页面的所有交易 9月18日JPACS发布公告称 9月15日再次向证监会索取指引 但仅获得以移交警方处理的回复 香港区块链协会 Huck Park Club联席会长唐仪表示 这是香港证监会 自虚拟资产新牌照制度生效以来的 第一次执法 对无牌交易所的第一次打击 将推动香港Web三行业合规发展 JPACS在香港投放了庞大的广告费 广告打得最响 KOL 地铁 招牌等满大街都是他们的广告 但是他们没有牌照 也没有去申请牌照 这对以申请牌照的交易所而言很不公平 证监会需要把加密市场 好好监管起来 防止出现更多的诈骗行为 这也提醒其他交易所必须要申请牌照 对于JPACS事件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这是个别非持牌交易所的行为 不代表整个行业 正因为香港要大力推勤Web三政策 在监管和创新取得平衡 不能劣币驱逐良币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经常有网红名人 带货加密货币被起诉 近期美国SEC指控女演员Lindsay Lohan YouTube用户Jake Paul等在社交媒体上兜售加密货币 全网小弗洛伊德梅威瑟 和前NBA球员保罗皮尔斯也曾被涉嫌引导投资者 进入加密货币骗局被起诉 唐仪对加密行业的网红名人们建议到 在宣传相关产品前 必须要清楚了解这家公司和他们的产品是否合法合规 为Web获得牌照的机构进行宣传 将会涉及法律责任甚至刑事风险 Mura创始人律师吴文谦表示 有明星KOL在网上宣传其为JPEX合伙人 合伙人一词 可能令人觉得这并不只是一般的宣传和代言 明星给加密交易所代言 宣传也要小心内容 如果内容有误导成分 也可能会认定为串谋诈骗 如果KOL在网上宣传一个 为持牌交易所已领友牌照 这也可能有误导成分 根据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159C条 串谋诈骗罪可判处最高14年监禁 根据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窃罪条例 以欺骗手段而不诚实地取得属于另一人的财产 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上海曼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正表示 在中国大陆加密行业KOL 也存在类似的法律风险 常见的形式法律风险 与区块链行业不同细分领域的形式法律风险息息相关 比如帮助项目方推荐数字藏品 虚拟货币 为虚拟货币买卖撮合匹配 做信息中介服务 传播虚假 失实信息等 刘正要建议 KOL在发布转发信息前 务必确保信息的真实可靠 对于难以证实信息来源 且可能给他人带来负面影响的信息 尽量不予发布 宁可错过虚假信息带来的流量红利 也不要被冒失发布的不实信息所强害 行业分析人士表示 因为KOL的不实宣传 导致大量用户受到损失 涉案的几名KOL却声称自己也亏了钱 这是值得怀疑的 他们事实上赚了多少钱 从来不会对公众讲 现代的网红经济催生了过度商业化 过度追求虚荣和曝光 而币圈的网红们则更为浮躁 在加密行业的财富效应下 不少KOL为了追求流量不择手段 很多行为触犯了人类道德的底线 却得不到任何的约束 但无论如何 触犯法律是不可饶恕的 也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